重錄 要不就怎麼樣 你把那個步驟錄下來之後 再把那個程式碼 放進去 也可以的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 實際上錄一下 簡單 在錄的過程中你就要清楚這五個動作 大概應該差不多 這個範例其實還算簡單的 那我們就是直接來這邊看一下就是錄製去期 然後先給他一個Marco3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第一步點這邊 然後第二步的話就是把公式打上去 公式的話就是這一個 我們一樣把那個剛剛公式把他打上去 打上去之後的話 然後這個 乘上 1 加上我們的利率 然後再刮弧 在 幾次方是以上面起訴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鎖定他 這個地方就是鎖A欄 這地方就鎖 這個 三列 分別把需要鎖定部分呢 把它鎖起來 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向下填滿 再來就是向右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我滾輪滾動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他也會錄啦 也會錄下你 然後放大縮小也會錄 不過將來說真的這個動作其實是不需要的 也就是你將來如果產生什麼像滾輪滾動嗎 然後那個 視窗縮放的部分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把它刪掉 那做完之後的話你可以再把它回到什麼 回到 原來的B式再把它點擊 讓那個焦點 停在這裡 那你可以再把這個視窗放大 不過你會發現等一下這個動作都會被錄下來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停止錄製 再來看一下我們剛剛錄下的 編輯一下 然後這邊打開來 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各位可以 看到就是 這個是slate 這個是公式 這個是向下 把向右填滿 那底下這邊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叫什麼 small scope 當45 也是我滾動了45 的 位置 所以這一行其實基本上可以砍掉 然後呢 Rune in run 這個也可以怎麼樣 Rune等於90 等於80 其實怎麼樣 可以把它砍掉 因為不需要 然後再來就是 向下填滿 向右填滿 這邊又有一個什麼 scope 也是一樣 這滾動滾動這也不用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放大縮小這個也不用 也就是說最後 剩下大概就是 這一些 然後請各位自行在 把它補上註解 補上註解之後 如果要讓這個程式呢 能夠比較有彈性的話 就是將來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輸入 某一個值 就是我按下確定 它會跳出一個 值的話 其實基本上 你們要思考 就是說 我將來要改變的 就是它輸入之後的話 要改變是這個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呢 在我們 VBA 裡面 指的就是 Range 物件裡面的 什麼 B1 那我們可以 等於什麼呢 等於 InvoBus InvoBus 它就是會有一個 訊息式窗 跳出來 當使用者 填了一個值之後 會把值放在 B1 它這個動作的話 基本上 你就可以在 這個裡面的 撰寫完之後呢 自己再 Key 上去 Key 上去的方式的話 我會特別注意